沒關係 你可以先把它關掉 需要的時候 再把屬性視窗叫出來 它就放在這邊了 大概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樣開始寫VBA 特別注意 你要寫VBA 我建議你就直接寫在一個叫模組的東西 現在這個模組沒有出現 所以你要在這個地方怎麼樣加模組 按右鍵 插入 模組就完成了 模組以後如果你們在入門階段 其實只要一個模組就好了 你不要太多模組 因為太多模組你不知道說 你的程序寫到哪邊去了 所以如果沒有模組你就插入 其實在這上面任何地方按右鍵都可以 然後插入一個模組 它就跳出一個這個畫面出來 你把它放大 以後你的程序都寫在這裡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你不小心關掉 比如說裡面這邊有個XX 沒關係 再把它點兩下 它又打開來了 OK 那按右鍵插入模組 那以後如果要做表單的話 這邊也可以叫自訂表單 也可以讓你增加表單 那個表單我發現 因為我都會看我YouTube上面的那個大數據分析 如何自訂表單 觀看次數最高 所以我在想說我們要不要 以後上課多講一些表單的東西 好 因為好像大家對這 因為其實做完之後 你以後就可以寫進銷唇的 有沒有 很多人 跑來問說老師 那我們要買進銷唇哪一套比較好 我說哪一套都不好 因為套裝的都有點 它不是量身訂做的 它什麼都有 但是你可能都不要用到 你要用到的也許沒有 那怎麼辦 所以啊 找人家寫 可是金額太小人家不要接啦 我有問過我們朋友 很多朋友說 那個 對 沒有人要接啊 為什麼 因為你金額太高 他花不下去 金額太低 我又不缺那個錢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就很尷尬了 所以如果你自己可以定義出來的話 那就問題就好解決 可是問題 你要把它學好 學到很厲害很會 恐怕還是需要時間 當然這個地方你要取一個平衡點 不然的話你就先買一套 先撐著用吧 然後呢你再慢慢學 也是一個方法 最後一局 等到你學得差不多 你就可以把它踢掉了 也是一種方式啦 OK 好 那這裡的話模組 所以特別重要 一個模組 當然表單以後也是從這邊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的那個程序 可以從這邊插入程序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什麼 插入 叫手機程序 或者是要什麼 我們這邊 有已經寫好的 我看一下 我這邊寫的固定的門號 比如說我這邊有個程序叫門號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定義出一個門號的流程 大概就是插入程序 然後給它一個門號 那如果是按鈕 以後是按鈕的話 一定是sub 那如果說你是要插入 插入制定函數的話 那就是方選 兩者最最重要就是這兩種 按個確定 那就把門號把它程序寫出來 就OK了 那至於寫的 那至於寫的 因為可能你們要寫 恐怕有點問題 所以你們先怎麼樣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講說 這個怎麼寫出來的 那我先把最後的結果 這等於是我們那個 雲端上面那個程式碼裡面 這三段有沒有 後面三段 你把它Ctrl C 然後直接把它蓋過去好了 Ctrl V 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門號有沒有 然後清除 跟手機 OK 那特別注意 這個手機是個方選 也就是你插入程序裡面 是用方選 OK 那我們要怎麼去執行它呢 第一個 特別注意 我們的需求是 希望呢 當我按下某個按鈕的時候 它這邊全部幫我做完 我這邊這個拉寬一點點 因為我印象中 好像那個欄寬會不太夠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邊做一個執行 按下去 全部就出來了 那如果要清除的話呢 全部就清除了 OK 不過 在這邊執行的話 那你會覺得不方便 所以將來怎麼樣 你可以 直接從旁邊這邊 插入一個什麼呢 按鈕 記得是表達按鈕 把它怎樣拖拉一下 大小由你自己決定 這個時候各位有沒有看到 只要是 就是在那個模組裡面 是叫做sub的 sub就是程序 它就會通通都列出來 那裡面有一個門號 有個清除 也就是你將來是sub 就可以變成一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的話呢 比如說我今天是一個門號 那有的時候我會把這兩個字複製一下 按確定 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它叫按鈕1 你可以直接複製再貼上 它門號的名稱就上來了 OK 那一樣在這邊插入一個 這個 清除 複製一下 然後 就出來了 那將來你要怎麼做 按下去 清除 按下去 清除 就完成了 那請各位 先把那個 因為在上面 稍微 再開個頭 請各位 先把這個檔案先打開 然後呢 第一個 開發人員 先把它設定好 這個地方 開發人員 然後 Visual Basic 模組 再把這一段 我是放在雲端上面 各位找一下 在雲端白板裡面 函數的那個部分 有個程式碼 這個部分貼上 那等一下再來看 這怎麼做到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